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感情頻道 今天是2023年的2月12號 我們剛剛前面是不是教各位 嫁接春藍櫻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這個枝條呢 因為它前面這邊已經有掌根了 我們打算順便把它拿來種 一定會有花有會覺得質疑說 我們這樣種能不能種的活 其實我也蠻好奇的 這樣能不能種的活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試著種看看 這樣子能不能種的活 那我們現在拿一個盆子 這個我不知道以前種的什麼東西的盆子 裡面呢 反正已經有木屑了 不管 我們就準備打算把它種下去就對了 那現在我們把距離拉近一點來看一下 OK 我們就是打算呢 隨便的種 這人就是蠻隨便的 底下好像有舊的 舊的木屑的戒指 你看 顏色比較深 這有傷口耶 我這樣直接種下去會不會出問題啊 我解釋為什麼 這個戒指呢 底下呢是舊的木屑 舊的木屑呢 它底下有可能帶有很多的 我不知道的菌 好菌壞菌不知道 我如果我們直接這樣種下去的話 這個菌如果造成這傷口 產生 壞菌感染的話 假設有壞菌感染的話 那這樣插枝會有很容易失敗 這樣子種的話有可能會很容易失敗 可是現在再不種下去也不行啊 不然這樣子好了 這樣 我們換個方式 我先挖一個洞 那等一下呢 我去拿一些 深木屑過來 把這個洞補起來 這樣子它就不會碰到這個舊木屑 至少短時間不會 OK 我先拿一點深木屑過來 OK 深木屑 那我們倒一些深木屑下去 深木屑呢 有抗菌的能力 我們就打算呢 把它 買下去 像這樣子 埋著 深木屑 好 這樣子 OK 就就就這樣子 我們退後一點 讓各位看一下 好 這樣子我們種起來呢 就現在大概像這樣子 如果我種三隻的話 就可以這樣 祈禱它快點長大 我們解釋一下 剛剛我們是不是看這個植物的根很短 如果呢 這個時間點 它如果長葉子的話呢 它會長很多葉子 那 它的根呢 水分呢 會吸收不到 吸收不到的情況下 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整個枝幹的這個水分都會被抽乾 抽乾之後呢 這個植物呢 會乾死掉 會很容易乾死 如果 可以的話呢 當然我們會建議呢 就是先剪 把它剪掉 直接把這整個剪掉剩下下面一點點 那從底下呢 發一小截這個葉子長出來就好 不要長太多葉子 因為它一下子突然長太多葉子的話 我說過這枝條的氧分會被抽乾 水分會被抽乾 然後還有一個方法 當你遇到這種情況呢 還有一個第二個方法 準備一個很長的塑膠袋 整個把它套起來 可能要套一陣子 但是 但是我對櫻花的了解 如果你把櫻花整個套起來的時候呢 雖然可以保命 暫時保命 命是保住的 但是它的葉子呢 在抽葉子的過程中呢 因為這個袋子裡面嘛 濕度太高的時候 濕度高高到什麼環境叫高呢 就是 當這個袋子裡頭呢 那個水氣呢 會從旁邊這樣子水一直滴下來 滴下來的時候呢 叫高 當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呢 它抽出來的葉子呢 有可能 聽到我是說有可能啦 有可能它的葉片呢 會因為濕度過高 然後造成它爛葉 這個情況呢 發生在 很多植物身上 但我不能說一定就會發生 因為 我把櫻花套袋這件事情呢 我並沒有做過 沒有嘗試過 我要等碰到的時候 我才會去嘗試 當然 我只是把這個方法呢 告訴各位 如果有一天你養的櫻花呢 看起來這樣子 就像 我們這盆 這個介紹的這盆 這個狀況的話 你可以試著 把它套袋試試看 我只能說套袋 試試看 我不能保證說一定會成功 至少可以幫它嚴命 嚴到 讓它這個根稍微長多一點的時候呢 看看能不能 就是根長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順利的把袋子 解掉 解掉之後呢 看看它能不能就是長葉子 之後就順利生長 那這段期間呢 避開太陽直接曬 因為太陽曬到的話 它水分散失的會更快 你就把它放到陰涼通風處就可以 像這個環境呢 太陽完全曬不到的地方 然後水呢 水分給它保持濕潤一點 潮濕一點 OK 我們今天呢就是 先試著 把這個櫻花種在這 把春藍櫻種在這邊 當然啦 我也會再多撿幾隻呢 拿去外面把它接過 試著把它接過 因為我們剛剛接了 只有接 兩個枝條 其中有一隻呢 看起來感覺接歪歪的 所以可能搞不好會失敗 只剩下一隻 如果那一隻成功的話 那賺到 成功率叫百分之百 雖然我們都一直對自己 接櫻花的這個 技術呢 很有自信 但是 也不能保證說 一定就是百分之百成功 九十幾趴 九十五趴的成功率 根據我以前 嫁接櫻花的經驗 是九十五趴的成功率 當然我不能保證一定是百分之百 也許搞不好會失敗 像我們剛剛就有點感激 我感覺那個已經有點動到 可能會跑掉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 各位未來 你如果有碰到類似情況的朋友呢 你就參考前面的說明 來操作即可 感謝收看 再會